今場有多點買過關票 分別有2號威財寶、5號能源之光和11號靚花紋 看看臨場 2號威財寶由5倍回到最後5.9倍 只是成為這場次熱門 取而代之,11號靚花紋只有3.3倍 在飛馬方面,8號師兄出馬逐到7.9倍 而偉大的10號威風一直沒有動靜 馬出閘後才發現他由16倍一下打到11倍 這麽厲害,5班馬而已 出來的靚花紋,怎麼都有點速度 內蘭搖一下,看看旁邊有沒有遮擋 都不是完全想搶的 有啊有啊有啊 上來就是師兄出馬和6.3的逍遙派 對 開門的特別是等一下我先 沒我份怎行? 可以放頭 燈蛋寶 守住在內蘭第五 這裡讓馬子先走 然後上了支威才寶 就是燈蛋寶的後面大概有一個馬慧島 然後 muchos多了 亦都有輝煌营 還有現在香港寶的愛谷 威風那一堆 能源之光不知為何 跑一下跑一下 肚子多了小小裝 這個位置很不利 好了,昨天上山,這個師兄出馬,師兄也是帶頭的 特別現在慢得很膠刮,只不過是在第二位 兩個馬位之後,那一批馬就是逍遙派在外面 靚花紋現在超前了一點,騎幾步,追著那些特別 稍稍落後了,D就是燈膽寶,威才寶就是開邊旁邊那一隻 威風就放了一條內蘭,接著靚花紋大概在六、七位之間 外面那一隻還是輝煌贏 再接著有這個愛谷,這個時候就已經開始動手 已經有些少許加速了,反而有能源之鋼 又好像很立腳似的 包了最後一隊,有這隻香港寶那些馬,威威小子也很立下的 去到現在直路的時候,過了三百,二百左右 師兄出馬,好像似無似樣 沒有啦,那些腳都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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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不過你了 燈膽寶在中間已經開始上來了 還有威風,靚花紋在裡面,在鬥緊的 這個時候就見到越能源之鋼又上來了 越追越行,這裡這麼行就先過終點了 跑第二名是威風,第三名是威財寶 第四名是愛谷 真的有些馬真的越老越可愛 好像你能源之鋼又是其中一個例子 連續幾場,1650上名,上次贏馬 打算贏了,這次也沒有,嘩 依然再贏多一場 很不利啊,沿途如果你投注了他,在那個位置就很厲害 以前他的馬跑這個路程,他可以跟得到好位跑 這場馬是否真的跑得多了,已經開始立油了 不過,你這堆馬實在太差了,我還是贏你 試過偉達就在早前,曾經把馬撞到很厚 不過,我記得那次他排了12位 其實他應該是正常的,在燈膽寶的位置 合理,但今天一樣都是他贏的 不過,我先聽聽一下有些什麼 威財寶在過了800米柱搶口 靠近逍遙派後台時,處於困境 在接近400米柱,又在逍遙派和特別之間 無路可上的時候要勒備 至於特別,包美大敗議會 小組認為匹馬的表現難以接受 必須要試襲合格,和通過手衣檢驗後 才可以再次出賽 另外,師兄出馬,賽後接受手衣檢查 並沒有發現明顯異常之處 最拿命是特別的 待會你留意一下,威財寶被他阻擋得緊 可能他第二 偉大敗議,跑一跑一跑 突然在這裏看一看 被他塞了馬的內難 那隻能源之光立,就被了位置入了 這場馬這隻馬是跑得很特別 怎麼說呢 我想他是大敗的 在這裏看,威財寶 就是尾爾那天活威小子 留意一下,其實剛才 楊啟托駱山的時候 編了很多次 哇,入到最後還編 不過留意這場馬的披繩 是一段大家搶散了 結果,連愛谷 所有後面的馬都衝上來 輝王贏,活威小子 這隻活威小子 真是超級大懶蟲 打過那麼多,他才會走上去 有少許被威財寶養過他 有少許走上去 始終不是落到五班都完全沒用 有少許被威財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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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